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所有升级的议会员收看今天的House Talk 我是主持人唐嘉宜 好的 那大家一定都有买东西的经验 无论是买日常用品或是衣服等等 可以看重喜欢 那买房子呢 可不能跟着感觉走 人人都说买房要做功课 那功课要从哪里做起呢 我们请到住商不动产 人暗光复店的经理黄献宽来替大家解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那个住商人暗光复店 黄献宽 那这边这个主题非常好 那希望今天的这样的分享呢 能够大家在购物的方向上面 跟策略上面的拿捏 能够做一个综合 能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们接下来邀请到另外两位来宾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嘉琪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快要到失婚年龄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想要买房子 那不过我就是担心说 可能钱会有不够的问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Aaron 我今年27岁 那我想要计划在 台北市的战王区买一间小套房 发现它的价格好像跟我们年轻人的 这个心思索的这样比起来 好像有点天差地缘 这两位来宾刚刚也都有提到一个 共同的关键问题就是钱 他们都有个买房的梦想 但是却都被钱也就是现实给限制住 那想问一下宪宽哥 在买房第一步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要奠念一下自己的荷包 没有错啊 来方的第一步就是要自己设计看自己的资金水位 来设定你现在目前下一步要购物的一些方向跟总价贷 我会建议各位的收入状况 最多最多就是二分之一拿去缴房贷 然后以四万块收入你最多的还款大概就是两万块左右 各位可以下载一个APP 它叫做聪明的贷款 那我之前又帮各位试算 大概一百万的部分 以20年来讲两趴的利率 每一个月的还款额度大概就是5059 所以两万块的贷款上限的话大概就是四百万 所以假装你是八成的贷款 你有一百万的自备款 你大概可以买的地方是 待在五百万的总价贷左右 天哪这也太难了吧 五百万是在台北买什么啊 这样听起来买房子感觉就很难 因为四万块毕竟现在四万块赚的已经算是多的了 那而且再加上房贷还要费大概20年的话 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再想问一下专家 如果想要买房应该还是会有些策略的 那我会先一直在买房的时候 你不要等到全部的东西都已经炒备完了 才开始要上路要去买房子 那这样你会很错过很多的timing 那我这边会有个建议是先求有再求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需求是三方 因为毕竟我们年轻人的薪水还是只能 嗯现阶段可能只能买到两房 那所以说真的是用小换大来讲的话会比较好吗 我觉得一次买房一次把它买到位是比较好 所以我宁愿选择先租房 这样每个月可以存比较多的钱 事实上两种方式事实上也没有对错啦 不过以现在目前历史的经验看起来 它会发现你赚的钱永远赶不上房价的商场平均 所以你会越来越放弃买房的梦想 因为它住三五年之后你在卖的时候 它会让你有相当丰富的一个资本利得的差别 那每换一次房子你的资金就会捧张一点 实际就会捧张一点 那也许在加以十日你的资费款就能够买到你喜欢的标的 那现阶哥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抗屋的人 他们有开出一些天兵条件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这个不胜美绝 然后他想要找国库纪念馆附近或仁岸圆盘附近的两个地方 双拼社区有管理 最好有并 他要双拼有管理的 这也很难 这也很有难度 因为这个地方如果要关于双拼的 盖小坪处的他不会是双拼 他一定是很多库 那他一定用小基地才有可能盖小坪处 所以他做社区有管理也很难 这种小基地的基本上都是在香弄里面的多 他不会正面国库纪念馆 他要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那Eric我想问一下 你自己是怎么去了解房价周边行情的 其实一开始我会选择用实价登录 是因为他是公开透明的资讯 可是有个确定就是 他并没有显示门盘 所以这样看会比较麻烦 那我想请问他的专家 不晓得除了实价登录以外 还没有其他方法 你看实价登录的时候 你看不到他的屋檬 看不到他的条件 你也许看到这个价格怎么那么便宜 所以他是厚洞的二斗 面方火象的 这些小条件你根本就不会知道 我会建议你多跟仲介看 你就会记住说 现在市场上这样的标的 这样的成交价就在那个地方 很多的价格的建议 不是只有公开的公司资料才会有 而是你要基本的勤劳的去在那个场景 去做逛 去做聊聊 或者是去做建立一些系统 其实我们在看屋的时候 最容易犯一个毛病 就是走马看花 看屋其实有很多学问啦 我会建议看一个房子 从中晚一定要去看 最好晴天跟下雨天都去看 各个楼层一定要去看 看梯间干不干净 各个楼层是不是有把杂物乱放 鞋子都摆出来 为什么 这关系叫住户的数值 当然它就是公共测试的保养状态 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些提示 好的 那今天非常谢谢 今天的专家以及两位来宾 那我们今天House Talk 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